个人贡献奖 第一类特优 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工程总队 柯足颖副总队长 感谢评审委员的肯定 给予我个人贡献奖这个奖项 这个奖项除了是对我 三十多年来工作成果的肯定外 也是对我们这个工作团队的肯定 面对未来的气候变迁 汗烙将会更加明显 自来水的供应问题 也会遭遇更严苛的考验 我们台北自来水事业处 这个工作团队将会继续努力 以确保大台北地区的供水 更加的安全与稳定 谢谢大家 个人贡献奖 第一类优等 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第二区工程处 程道信副处长 因应环境的快速变迁 及科技的进步 公共工程的品质管理 除了要注重工程本身的特质 及环境的特性之外 另外要融入更多的新科技 新技术 也要鼓励所有参与的人员 发挥人的精神 就算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也要做到与众不同 如果遭遇到很困难的事情 就要从根本的规划设计着手 让施工可以轻松自在 植物园站更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大规模的都会区移植抢救 另外我们提出了数十项的精进创新作为 这种具体的成果都要感谢全体捷运施工的团队的共同努力 我们也希望这种理念可以持续向外扩展 有助于公共工程品质的持续向上提升 个人贡献奖 第一类优等 中心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国道四号风谈段工程处 黄鸿毅经理 个人从学校毕业以后 投入北宜高或高营家段或高张宾快关段 国道六号到现在的国道四号参与国内高自公路建设 已经将近三十年了 从过去的国工局到现在的高工局 对于新工法新金素新材料的营寂不予以利 同时也建立了良好的品质系统及公务系统 个人贡献奖 第一类佳作 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何家伟正工程师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何家伟 首先先感谢市长 本局黄局长 几个各级长官 还有我们科长 魏科长的支持 给予本人这个机会参加 第二十一届进食奖的个人奖的参选 很感谢我的团队 包含瑞光团队 广时的低标 亿标的团队 给予工程上的协助与其支持 最后很感谢我的家人跟我的市长 在最后的这个协助上 给我莫大的支持跟鼓励 我会努力把台北变得更好 谢谢 个人贡献奖 第一类 佳作 新北市政府养护工程处 何文级副总工程师 很荣幸能够代表工程团队 获得个人贡献奖的一个肯定 这也是对施工团队的一个肯定 在这边要谢谢养工处 各级长官的一个支持 还有建造单位以及施工厂上的投入与配合 新北市政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 能本环境的改善 并且结合电感下地 变电相迁移 以及公有土地的一个活化 个人从事能本环境的改善 也将近十年多 在这边也希望说我们所付出的一些努力 都能够得到市民的一个肯定 个人贡献奖 第一类 佳作 内政部营建署南区工程处 黄承杰 护工程师兼公务所主任 很高兴地有获得个人贡献奖的这个殊荣 那其实首先其实也要感谢我们 营建署里面的一个长官 还有同仁的一个支持 那其实这件滑星桥改建工程 在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 抗争或者一些协调 不过我们都有一一地把它来处理掉 那也其实在过程当中呢 能够去很清楚地跟民众来解释 这也是我们需要 后续来学习的课题 那既有滑星桥的改善呢 我们可以来提升我们的一个 整体居民的一个通行环境 那也希望我们 那个台湾之后的通行环境 能够越来越好 个人贡献奖 第二类 特优 桃园市政府公务局 赖宇廷局 赖宇廷局长 在品质的路上 我最感念省住都局 林工处廖正志处长的 无私的指导 还有吴泽成主委 在省住都局公务处时期 成立工程品质度导小组 让年轻的工程师 可以参与品质政策 播化的活动 这是我在工职生涯中 得到最好的礼物和祝福 桃园在郑市长领导下 这三年得了四个特优工程 我们会持续精进 把对的事情做到最好 个人贡献奖 第二类 优等 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 夏道明 公务管理处副处长 兼材料试验客客长 我的硕士论文题目 就在研究混土材料 有幸学以致用 自民国81年进入捷运局 一直到现在都在 材料评管这个领域服务 对此工作具有高度的 兴趣热忱以及使命感 时隔14年能够再次获奖 也算对我近30年 材料评管工作的一种肯定 本次获奖除了感谢家人 以及捷运局各级长官的支持外 最感谢的就是 长期与我并肩作战的 财士客同仁 始终坚持而且互相鼎立 持续的严格把关 不仅大幅的降低材料不合格力 让捷运工程的钢筋困理土 这些重要的材料 能够连续七年破纪录 都没有发生不合格案件 充分证明 我们长期坚持推动的 这一套评管制度 它是完整而且有效的 那值得各个工程机关 作为参考